万众瞩目的2024奥运就要登场 东道主巴黎强调本届奥运绝对是史上最绿最环保 但绿色奥运招牌一再被挑战 现在争议又添一桩 为落实低碳牌目标 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霸气提供奥运官方车队500辆MILI氢能汽车 这款Toyota MILI是氢能燃料电池车 透过车身内部能源转换装置 将氢气转换为电能 宣传片强调行驶过程只会排出水 不产生有害废弃 但实际上全球96%的氢能来源 还是来自甲烷等化石燃料 CNN就报道120名科学家工程师及学者 近期发表公开信 呼吁奥运主办方别将这款车 作为官方车辆 因为现实中消费者以氢气充电 说穿了源头还是化石燃料 要说的环境没污染过于牵强 担心会破坏巴黎奥运名声 除此之外 氢气供应量也有争议 外媒报道有加州车主要对丰田提告 原因是买车时对方没有告知 目前氢气短缺 让他简直像买个车壳当摆设 不但氢气不足 加氢占设置也不普遍 主打环保的奥运 想搭上节能黑科技 外界已放大镜检视 目前看来植一声浪 似乎大于掌声 三立新闻 柯雅汉报道